命迷到日本 東洋控解饞攻略 很少關西鐵道最強美食 看這邊 石大豆 佳樂福縣地是一道關西美食隆重登場 特派員現在來到了冰庫 究竟要帶來哪些美味的美食呢? 說到這個冰庫啊 大家一定對它不熟悉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講這個名字 你們絕對會知道 就是充滿羅曼蒂克風情的 神護港 好 還有俯瞰整個神護千萬業績的六甲單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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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登錄日本的世界文化遺產紀錄集 原來大家常常說 我也要去神護看美景 吃神護牛 它就是在冰庫縣啊 嗯 沒有錯 真是不好意思 我太孤肉寡聞了 啊 沒關係啦 你的話不聽話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啊 你只聽過神護不知道冰庫 也知情有可能 因為大部分的人出去玩啊 去關係玩 不會去那個金 百 神 難 很少會有人說 欸 我要去冰庫玩 我要不要去 既然我們今天提到冰庫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介紹一下冰庫的美食啊 沒有錯 講到日本美食 三餐以上的拉麵呢 很想我其實日本人有多愛吃拉麵啊 別說日本人了 我也超級愛吃拉麵 最深為吃貨的我們 我們今天特地準備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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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介耶 菜拉麵是鹽味的喔 沒有錯 這碗拉麵讓空氣中 瀰漫著一股濃濃的大股香氣耶 你知道日本拉麵最重要就是那個旁邊 它不只有那種海鮮的味道 那種雞骨跟蔬菜味道很好 反正都是城市分明的 最正宗最道地的那種日本拉麵 吃完魚介野菜拉麵 接下來我們介紹下一個 伊藤門郭州五入包醬油口味喔 哇 有一股濃濃的醬油香氣耶 你吃吃看 你看看它口感 好感覺耶 真的超級甜 真的很棒 我老實說 很嚇到好處 醬油的那種風味非常濃厚耶 有點回甘 是煎魚香嗎 融合在日本日式醬油的香氣裡面 我覺得它融合得非常好耶 愛吃麵的日本人 怎麼可能就只有拉麵這個選項呢 沒錯 所以吃完拉麵之後呢 當然還有日本相當常見的香噴噴炒麵 沒有錯 拉麵啊 除了在日本這種湯類料理非常受歡迎以外 其實炒麵也是道道滴滴的日本第一級美食喔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呢 就是三本市麵60入的醬燒炒麵 我告訴你 聽說吃了這個之後 就會讓你圓圓就在日本 它的麵條跟醬汁融合為一體耶 找有海苔的香氣 有一點點醋耶 所以不會膩 日本炒麵的麵醬就那個醬汁 跟台灣炒麵的醬汁完全不一樣 日本炒麵醬汁是那種甜甜鹹鹹的 味道就是配合得非常好 這個真的不錯耶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去下一站大阪 鐵道之旅現在來到大阪 充滿童趣的環球影城 免還佔國武價的大阪城 購物天地道頓爵 更是日本人的廚房喔 我們的特派員 現在要為我們帶來什麼重量級的美味呢 來到大阪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這一款很厲害 非常的知名的 大阪滿月仙輩 它可是遵循了60年 傳統工法製作的厲害仙輩喔 講到這個滿月仙輩 是大阪人那個小時候的回憶 就像那個台灣的甘馬甲 有台灣的甘馬甲的味道嗎 那日本的甘馬甲 就是充斥著這個滿月仙輩的味道喔 而且你知道他們多有心嗎 他們為了不要讓人家覺得 他的味道變了 所以一直遵循著這個滿滿的好味道 講到這一點 我覺得真的很佩服日本的職人精神 對這個老店的堅持 就是每一片都要獨一無二 然後手工製作 這點真的很厲害 它可以讓每一個世代的小孩 他的童年都可以吃到 一模一樣的傳統味道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形狀就跟它的名字一樣 是滿月的形狀 上面有一些坑坑巴巴凹凍的痕跡 真的就像月球表面一樣 它好香喔 這個是黑蜂蜜口味 難怪它那個蜂蜜味道那麼的香 一開始飄出來的味道 其實是日式醬油的鹹甜味道 然後吃到後面 慢慢嚼慢慢嚼 才會有那個蜂蜜的香味慢慢的飄散出來 真的耶 這個甜中帶鹹的味道 超適合 那個有沒有茶 還有茶 我們有酒 想知道是什麼嗎 繼續看下去喔 沒有錯 沒有這杯酒喔 這一張是 下一張是 京都票檔 世界聞名的千年古都 名勝古蹟的聚集地 帶你體驗一趟典雅又細緻的文化與美食巡禮 哇來到古色古香的京都 怎麼能夠不放下腳步 坐下來休息一片刻呢 這時候啊 要是來一點日式和風的茶點 絕對是絕妙的搭配啦 沒有錯 所以絕對不要錯過 接下來要介紹這兩款 京都藍山抹茶團子 景京美屋一口羊羹 好可愛喔 它非常可愛 大家可以先看 它的包裝長這樣喔 不好意思我有點私心 喜歡這個包裝 它下面還有一個竹籤耶 真的是那種小團子 好可愛喔 我們趕快來吃看看 好來吃 好Q彈喔 而且它很結實耶 我們吃吃看 我喜歡 超喜歡它耶 它這個抹茶不只味道很香 是甘甜 不過也是京都有200年歷史 做宇治茶店的那個碗中耶 但是我告訴你 它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是它裡面的紅豆 抹茶就是要配合 紅豆啊 抹茶的苦配上紅豆的甜 讓它們兩個完美結合的時候 吃太多也不會膩的 在日本啊 它不管是街邊 或者是那個超市 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 都有賣糰子 你看它們有多喜歡吃糰子 除了糰子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都知道的羊羹 登山 景京美屋一口羊羹 沒錯 這是你當紅豆 謝謝 我的抹茶 感覺很茶香耶 它質地非常的緊實耶 而且重點是 除了紅豆以外 它還有那種味道 那個是豆沙嗎 對 它還有豆沙對不對 羹體 豆沙跟紅豆三個混合在一起 非常的好 它的茶香好香喔 真假的 我們聞聞看 我覺得抹茶的非常的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厲害的是 它甜中又帶有茶的香氣 跟一點點的苦味 不過我覺得可能是羊羹的關係 它們本來就偏甜 所以如果甜味可以燒醬一點點的話 也許可以更完美 不不不不不 你這樣講就錯了 因為通常吃豆河果子的時候 它一定要配茶 但是我們沒有準備茶 我們有酒啊 各位觀眾 掌聲加尖叫 哇 是白桃口味的利口酒耶 而且它的白桃 是嚴選日本山林縣產白桃 日本的白桃真的是無敵一級棒的啦 又香又甜又多汁 那不對啦 但是我跟你講 它厲害的並不只是它的白桃 是來自於山林縣 它還是京都最有名的製酒大廠 寶酒造所出產的喔 沒錯 一間有百年歷史的酒場喔 一定很厲害 我們趕快開始喝 好好好 我們來看 這白桃的味道超級重的 好香喔 來來來來 很滑順耶 滿滿白桃的香氣散發在口中耶 而且你不要以為它酒精濃度很高 所以喝起來酒味會很重 我覺得它白桃的香氣 把那個酒氣的味道給壓過去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它的後面的底韻非常的清爽 有些水果酒的話它是偏甜 可是它的甜跟酒的那種平衡算是蠻好的 它真的不會甜 一瓶 嗯 不錯 人客喔 我們的關西鐵道之旅 現在來到了下一站 之賀 距離大阪和京都超近的之賀 除了琵琶湖美景和歷史老街外 更是祭典美食的新據點喔 喔 來到了之賀 全日本最大的就是這個 之賀琵琶湖 不僅有豐富的自然景觀 還有豐富的歷史古蹟喔 全部都有 沒錯 既然來到琵琶湖 那絕對不能少了伙伴啦 這一款呢 就是琵琶湖瘋瘋狂熱銷的手心棒手禮 琵琶湖夏煎餅 喔可以可以 哇 是景觀耶 是琵琶湖 我看我看我看 好酷喔 我看一下裡面 很漂亮耶 喔那包裝得太精美了 好漂亮喔這個排版 那我們就要來試吃看看 好啊今天來吃囉 喔天啊 還沒拆就有那種風 那個很濃的那個海味 大家看一下這個包裝 它這個味道真的超級強烈 沒錯 打開的時候它已經有點稍微 有點小碎裂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類似小蝦子 有個紅色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喔我的天啊 我們嘴裡面都是海鮮味好不好 我告訴你為什麼它會這麼香好不好 嗯 它會這麼香呢是因為 這就是從琵琶湖裡面現撈的紅金蝦 然後再經過加工之後 把它烘烤成我們現在吃的這個蝦餅 喔 它完全不油 拿來當下酒菜超級適合的 本列車下一載提票的是 奈良 被譽為日本最大的賞英勝地的奈良 及野山和住民的奈良公園都在這裡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商品 它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細的著名 現在還是 它比真正的頭髮還行 它還被譽為日本人天使 它就是 奈良 三輪素麵 日本奈良的三輪地區啊 就是這個素麵的發源地 來 說過的時間夠了 請請 來到一千三百多年前呢 中國的那個掛面啊 傳到當時是日本首都的奈良 於是他們經過改良之後呢 就有我們現在知道的素麵啦 清涼的冷素麵完成了 它有一股淡淡的麵香 我要開動 小麥香味的麵香 對 你們可以自己準備喜歡的醬汁 然後像我們這次呢 是準備的和風醬汁喔 清涼涼涼的這個醋麵 非常的Q耶 有時候夏天沒有食慾 吃這個超級剛好的 看它原味怎麼樣 目前有淡淡賣下原味 它滑嫩的而且Q彈 因為它是風乾過的 它質地堅硬 可是又可以保持它的Q彈的程度 真的是非常棒的麵 各位觀眾 我們的關西鐵道之旅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站 和歌山 各位如果覺得意猶未盡的話 想要遠離都市的喧囂 體驗日本傳統文化氛圍的話 不妨來一趟和歌山喔 歷經了賣了成日程 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站喔 和歌山 和歌山啦 氣候溫暖 日照沖煮碎 十分適合蜜桃的生長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介紹就是這個 和歌山白頭豆 它裡面還有一次 很漂亮耶 你看這白桃看起來超級無敵好吃 打開之後有很濃郁的白桃香氣散發出來 白桃味超重的 看一下 那我們趕快開動吧 香味也太誘人了吧 媽 我要融化了 給我吃兩種 那麼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它把白桃的果肉跟那個果凍 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然後吃進嘴裡 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每一個小燈子裡面 都可以吃到白桃的那個 纖維跟甜味 白桃味 然後直接做成果凍的感覺 對 是非常綿密的口感入口即化 今天看完我們的介紹 是不是覺得口水直直流呢 趕快跟我們一起享受滿足身心靈 以及未代的鐵路美食之旅吧 嗯 家樂福日本粥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你們還不趕快把它買走 我可是全部都要打包帶走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吃貨討論會 我們下次見 掰掰